距离评件日期5月13号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那我本人呢 也受到总院予以重任 务必希望能够使本院 能够通过地区医院的评件 那总院也是权力的支援 所以就特别的 征派了医师 我们的刘子序医师 好 好 刘医师 刘医师 你确定他是你说的那个人吗 还是自私 通明 通信 我也不知道 刘医师 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讨论 现在可以提出 刘医师正好报到 今天有一个蓝尾炎的病患要开 就请刘医师准备一下 我不进刀房 为什么 那不进刀房就去急诊了 随便 那若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今天会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刘医师 快点请刘部 我有话想要跟你说一下 好 过去的事 没有人愿意 谁都不愿意当室购 他原本是我的病人 依旧的事情我不是你处理的吗 钱我也付了一大半 不是吗 那既然我们现在都迎来了这个地方 就重新开始 过去了 让它过去 它如果不是跟你开 它可以不用死 有些刀不是你可以开的 那叫做正直 它可以不用死的 可以别吧 我再无你在乎的是